纪杨蜜之后,又一位女灵星被爆射嫌西炸,早在四年前已有端倪! 纪杨蜜之后,又一位女灵星被爆射嫌西炸,早在四年前已有端倪!文夏清清! 近日,杨蜜诈娟们愈演愈烈,面对官媒和网友轮番批评,大秘密这次可以说是元气大伤,而就在这个街固眼上,前岗姐杨蜜也未爆出涉嫌西炸。 据了解,前岗姐杨蜜本是香港某知名幼稚园的董事,并且担任学校监督一职。 今年被校方发现,私下引导幼儿园老师,让家长将学费交至杨蜜移名下的一个账号,间接转移校方财产,到目前为止,已接时贪污了14.7万港币。 目前,杨蜜被被停职,案件交由法院正在审判中。 其实早在2014年,杨蜜依旧曾因拖欠43万幼儿园装修费,被香港设计师协会主席李月华夫妇告上法院,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风波,看来早在几年前,杨蜜移资金方面就已出现过周转不灵的情况。 平时有关注港剧的观众肯定会觉得杨蜜移脸熟,她曾在热播剧《冲上云霄》中饰演陈泰,《天地豪情》中饰演阿玉,还有还有当年刑事真机档案《IY》中的司徒莎莎更是深入人心。 杨蜜移的演艺生涯,还有追溯到1995年的《香港小姐选美活动》,大家都知道,90年代的港姐各有风情,没得像是一幅画,而那一年,杨蜜移以其初挑的身材以及娇好的容貌,荣获香港小姐冠军。 当时杨蜜移在社交软件上出一组生活照,大大的眼睛和圆圆脸蛋十分可爱,不少网友更是大呼,太像赵薇了。 果然是因了那句话,好看的人长得都有相似之处。 都说香港小姐的评选是为无限提供新星,杨蜜移也不例外,随后她便签约了TVB,开始了她的演艺之路,开始从女配做起。 不过杨蜜移一直都不温不火,并没有什么起色,也没有接过女一套的戏,甚至后来还被一些新人超过风头,但杨蜜移仍然认真拍戏,演好每一个角色,期间也没有什么绯闻传出。 杨蜜移 杨蜜移有过两段恋情,1997年曾和无限编导杨任豪在一起过,那个时候他们正值青春,情投一合,很快便陷入爱河,经常被媒体拍到甜蜜出游。 大家都以为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,却传出了杨任豪劈腿的新闻,据了解,杨任豪在拍摄的时候和剧组的一名女演员好上了,被杨蜜移发现后,果断分手。 面对渣男,杨蜜移这招快遭着乱麻,确实值得点赞。 后来,杨蜜移遇上了她的真命天子王瑞勋,王瑞勋生意做得不错,也算是个小豪门。 据了解,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大学同学,后来在某次活动中再次相遇,王瑞勋便开始追求杨蜜移,随后火速结婚,生下一儿一女。 婚后杨蜜移便很少出来拍戏,专心在家照顾孩子,2014年,杨蜜移和一些合作伙伴商却,开设国际幼稚园和教育中心。 记者问及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时,她回答道,我觉得香港小朋友找救治员很难,我想帮助他们,而且我的姐姐是美国教育局成员,给我很多意见。 至此,杨蜜移已完全退出娱乐圈,专注于她的教育事业。 杨蜜移的教育中心开业时,许多圈内明星都到场祝贺,据说杨思琪的女儿,也曾在她的教育中心上过课。 后来甚至杨蜜移还在东莞开了第一间分校,租下了2500英尺的大型教室。 如今,杨蜜移被爆出涉嫌欺骗,名声大损,本已是人生赢家的她,却落得个诈骗犯的骂名,到底是真的缺钱,还是另有隐情,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,希望她早日度过危机,好好继续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